传闻金圈少爷宋思燕高冷不济女色 我回国第一天就在他西装上一稳痕 当天,景浩西装稳痕,景浩就上了热搜 他黑着脸,落念碗 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无辜回他,我这是在帮你 否则你的性取向就保不住了 你给我滚 你 我摘下墨镜,按下通讯录制顶的电话号码 对面秒接 做什么 传来雌性又熟悉的男生 我看了眼机场外的车流 开口,我到机场了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来机场接我 没空 行,那我叫顾眼过来 说完我就挂断电话 当然,那句话是骗他的 毕竟我不想自找麻烦 走出机场后,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 只是没想到开了没多久 就被一辆劳斯莱斯拦住 车上下了一个许久不见的身影 他敲了敲我的车窗,下车 我摇下车窗看着他,笑道 哟,宋少爷,不是说没空吗 他面无表情回我,老宋叫我来的 前台词,我不是自己想来,而是被逼的 但是我从飞机落地到现在 就给他一个人打过电话 除了他,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回国了 我挑挑眉,是吗 那我给宋伯父打个电话 说着我就拿起手机 他一把抢过,爱做不做 说吧,转身拿了我的手机离开 我打开车门下车 将自己的行李箱从后备箱拿出来 冲他背影喊,宋少爷 你倒是让我把车费给了呀 他打开车门的手一顿,三两步走到我面前 看都不看计价器,转给司机五十块钱 我笑道,感谢宋少 他瞥了我一眼,上车 啊,我比宋思燕大两岁 认识至今已有十二年 从我只是一个学生,到我出进娱乐圈 再到我成为影后,他全程陪伴 说没有感情是假的 我也承认我喜欢他 三年前,我们其实在一起过 然而在为女朋友身份去宋家的那天 却听宋伯伯说 我们家儿媳,绝不能是娱乐圈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躲在墙角的我 就跟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见不得人 一句话,我破防了 我当天晚上就订了离开的机票 匆忙宣布退圈 自从爸妈死后 宋家看在宋思燕的面上一直没少帮我 我很感激 可就是因为宋家一直帮我 我才越来越觉得 自己和宋思燕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以为自己有钱了就好 于是进娱乐圈,拼了命往上爬 可在宋家面前,我那些成就不值一提 他们完全可以捧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我十几年来的高傲 让我放不下脸面去问为什么 也不能接受没有结果的感情 出国后,宋思燕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一个没接 最后他发信息来问我 为什么一声不吭就离开 连我都不告诉 我回他,就是累了 而此时的我,抓着电话气不成声 终究是我配不上他 这是我们聊天记录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们就这样,断了三年 三 车上,我手撑在车窗边 看窗外一一闪过的风景 宋思燕突然问我 怎么这个时候回国 我闻声回神,没事就想回来咯 他却倾笑一声,国外混不下去了 我侧头,看到他嘴角倾勾的轻蔑 我点头回他 是啊,宋少怎么知道的 宋少好聪明,好棒棒,好喜欢 他立马冷了脸,少恶心我 我闻言,失落地看向他 哦,好吧,看来宋少看不上我的爱 哎,也是,宋少金屋藏娇 为了他灵飞闻多年 甚至被认为是同性恋 可见他对宋少多重要 闭嘴 再说一句,你就自己走 他坐在隔壁,毫不留情对我 我也不气,扁头应他 行,我闭嘴 话落,他再次问我,实话实说 你这次回国,是不是因为国外待不下了 我回他,不是 他又问,那你回来做什么 皱着眉头看向我 我对上他的眼神笑了笑 说,秘密 回来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三年了 他还在梦里日日营绕 我依旧会在梦里哭着醒来的不甘吧 既然放不下,总要去面对 宋思燕,我们别来无恙 四,宋思燕将我再到了他的别墅 我看着眼前的大宅调侃他 宋少把我接到这来 不怕你的小女朋友知道了生气 这可是你们爱的小窝 他正帮我从后备箱拿行李 毫不犹豫地回我 你今晚睡马路 我立马摇头,笑着接到 难得宋少带我来这 被宋少藏一回 怎么可能走 金屋藏娇,想想还真是激动呢 他闻言迅速瞪我一眼 不想住就去睡门口 我笑了一声没应他 抬脚随其后 就在门口 我眼间的发现鞋柜里有双女士拖鞋 我笑道 宋少,你这女士拖鞋暴露了 小娇妻走了没几天 你就换个女人住进来 会不会不太合适 他冷得哼一声 将拖鞋拿出摆到我面前 说 你要不要看看谁的尺码 我回他 说不定尺码一样呢 呵,这时候脑洞倒是挺大 你可以闻闻看 有没有上一个人留下的脚位 还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脚气 他搭着我 一边开门 我闻言忍不住一笑 他回头问我 你笑什么 不告诉你 他没理我 直接推开房门进去 进门逛了一圈后 我才知道宋思燕已经安排好了 他准备了很多双人份 双份的牙刷 双份的杯子 还有已经铺好的床铺 我真心说了句 谢了 他点头 算是硬了 余光瞥见宋思燕拿杯子喝水 一瞬间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宋少 你这杯子 看着跟我的像是情侣款 我靠在门框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手一顿 面色如常回我 买一送一 我买你送 我点头 懂 宋少也开始勤俭持家了 一个杯子几块钱 宋少都精打细算 选买一送一的了 我笑着看他 他闻言 进房的脚步有些加快 一点不犹豫地走进房间 趴得关上门 关门前丢给我一句废话真多 五 等我一切安顿好后 经纪人张童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说 晚姐 今晚许家办了个晚会 发来邀请 你去不去 我躺在床上 原是想回他 不去 刚刚回来 累 可想起来这是许志主场 当年他也没少帮我 算了 我告诉他 去 帮我硬了 他回我好 接着就挂了电话 挂完电话 我起身敲了敲宋司宴的房门 里面传来 什么事 我开口 今晚我要去参加个晚宴 要出门 跟你说一声 过了会儿 他嗡一声 算是对我的回复 得到回答 我转身回房 开始化妆准备 只是没想到 妆化到一半就听到敲门声 我打开门 看见宋司宴已经换上了西装 他对我说 还不换衣服 等一下自己走过去 我文言顿了顿 笑着回他 看在宋少乐于助人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做做吧 一个半小时后 我换上了礼服 打开门 宋司宴正在客厅看电视 百般无聊地等我 我开门瞬间 他也看向我 眼神对上的片刻 我看到他眼睛亮了 但他又迅速别开眼 嘴里说着 又慢又丑 然而耳根子已经红了 我将面前的刘海拨到耳后 笑着走近说 是吗 礼服不好看 你还留着 当初不是让你丢了 他没回头 打我 打包好忘了丢而已 我文言应他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宋少特地为我留的 唉 原是我自作多情了 其实是不是要丢掉的 我一眼看得出来 房间衣柜里的礼服 摆放整齐 不仅没有皱着 甚至还飘着香味 一看就知道 是有人细心打理过的 某人还跟三年前一样 嘴硬 六 其实今天的宋思燕 跟三年前已经天差地别了 三年前 他还喜欢跟在我后面跑 跟个二百五一样 拽天拽地 只有在陌生人面前 才会是今天的态度 冷冷的 腹黑又毒舌 只是当年给我的偏爱 终究是消散于时间中 毫无痕迹 我穿着礼服上了 宋思燕的劳斯莱斯 低头要进车的瞬间 他站在身后说了句 下次上下车 记得遮着点 我坐进车里 瞬间知道他什么意思 当明星好几年了 这些细节我都清楚 只不过在他面前 无所谓惯了 但我还是应他 知道了 我下次注意 谢宋少的提醒 他没回我 打开车门 在我另一侧座下 宋思燕上车后 司机就开车 前往目的地 路上闪过熟悉的风景 一幕幕 难以想象 三年了 我还会回到这里 当初落荒而逃 现在反而无所畏惧 破罐子破摔吧 反正要是实在堵不起人 就再出国一次 我侧头 看向一旁的宋思燕 他靠在车座上 正闭目养神 两久后 他的嘴巴动了动 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我闻言看向他的耳朵 通红 我凑近他耳边开口 我也不想看啊 只是耳朵通红的宋少 还是第一次见 我话落 看见他身体肉眼可见了一将 接着后排的遮挡板 就被他伸了起来 他往远离我的方向挪了挪 回我一句 自然现象 然后我看到他的耳朵 变得更红了 连脸都开始发红 他自己也注意到了异常 把头转向窗户的方向 将脸挡得严严实实 我微微一笑 转头继续看向窗外 起 半个小时后 宋思燕的车驶入了许家车库 转头看去 宴会门口早已站满了各式各样的记者 宋思燕下车后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慢吞吞的我 问道 还不走 我回他 你先走吧 等一下媒体拍到不太好 他闻言 脸色差了一些 回我 随你 然后大胯不离开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无奈叹口气 我也想在闪光灯下站在他身旁 作为他的女伴出场 只是 今天我刚刚回国 若是被拍到和宋思燕一起 保不齐传出什么事情 届时引起宋家厌烦 这是急不得 慢慢来就是了 宋思燕走了一会儿后 我才捋了捋面前的刘海 提起裙摆 一步步出现在众人面前 出现瞬间 我听到照相声停了 接着听到有人若若问了句 这 这是影后落念丸 我抬头对他玩耳一笑 是 落念丸 下一秒 照相声不绝于耳 三年前我突然退圈 就引起一阵讨论 而后出国消失不见 如今我又突然出现 对于他们而言 这是今晚绝对的重头戏 混圈这么多年 我还是知道媒体要什么的 洛小姐 三年前你退圈究竟是为什么 你如今再次出现 又是为了什么 洛小姐 请问你这次回国 是打算重新进军娱乐圈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低头浅笑回答 不好意思 这些暂时不方便回答 这些我现在真的给不了答 而后 我不再顾身后说的声音 提着裙摆 直接进入宴会现场 直说着什么 他转头看向我 许直就顺着他的眼神 看向了我 仅仅一瞬间 许直的眼睛就变得明亮 哎呀 晚妹 你可算来了 我笑着上前同他拥抱 直哥 好久不见 他拍了拍我的背 好久不见 十年前 我进卷是他牵头带线 甚至能在那吃人的圈子里 待那么久 也是因为有他的帮忙 所以我很感激他 我松开手 看着他 笑着开口说 直哥 我这回国第一天 就来参加你的宴会 是不是很给面子 他点头 是 还是晚妹对我好 不像宋思燕那小子 让他过来撑个场 都说不来 是吗 我文言愣了一下 他回我 是啊 刚开始约他就说不来 后来不知道 怎么又跟我说来 嘖嘖嘖 你们这些小年轻啊 直哥老了 看不懂了 特别是你俩 还分开来 真搞不懂 你们小情侣之间的把戏 许直几句话 逗得我不停笑 我赶紧开口 直哥 你嘴巴还是小心点好 我和宋思燕 现在在外人眼里 可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若是被媒体 听到了这句话 就惨了 而且我们两个 现在也没在一起 什么小情侣还是说早了 不过戒指哥急言 我话音刚落 刚刚去拿红酒的宋思燕 就走了回来 问 说什么那么开心 我笑道 这是我和直哥的秘密 他冷哼一声 谁在乎 说着喝了一口红酒 转身去找其他人 就 由于我突如其来的回国 和出现在宴会上 不少以前的好友 都很惊讶 过来同我说了几句 也有不少以前的对家 过来点了几句 都只是不痛不痒罢了 我想着 握着的酒杯对我酒杯碰了一下 微笑着对我说 落影后许久不见 一整晚挺忙 我弯起嘴唇笑了一声 回他 顾影帝也不差 彼此彼此了 比起落影后还是差了点 看了落影后一整晚 找不到一点机会 攀谈几句 这个点还是我趁机来的 顾影帝说笑了 我倒是看到顾影帝 一晚上都忙着和小妹妹聊天 哪来有时间看我 我都三十了 人老猪黄的 比不得圈里心近的妹妹 一个个长得出水芙蓉 我见油帘的 当真令人挪不开眼 我如此夸道 他听到却轻蔑地笑了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一个个跟花瓶一样 拍哭戏连泪都没几滴 浪费时间 他话落 我比了个虚的手势 浅笑对他说 顾影帝 人多眼杂 祸从口出 他文言也懂我的意思 笑着点点头 碰了一下我的酒杯 酒杯碰到的瞬间 又插进来一个酒杯 我抬头看去 宋思彦不知道何时来了 他勾着嘴角 笑得有些冷 顾影帝 落影后 聊什么呢 能不能让我听听 我闻声看向顾眼 顾影帝 我们聊什么了 他顺着我的话 对宋思彦盲然摇头 没什么呀 还没说 宋少你就来了 宋思彦一听 脸色肉眼可见得沉了 没说那就别说了 听着有些咬牙切齿 而后转头看向我 等一下跟我回家 我对他摇摇头 不了 人多眼杂 我让经纪人来接了 等一下坐保姆车回去 他文言点头转身离开 只是脸色看着更差了 十 宋思彦走后 顾眼诧异地看着我 你们两个住一起了 我奄然一笑 如顾影帝所闻 那你们 你们在一起了 他又问了一句 这次我摇头了 不算 他是我金主 我是他金无藏的娇 我笑着说完后 放下酒杯离开 刘顾眼一人愣在原地 替我给打车费的金主 怎么不算金主呢 全看他怎么理解了 不过回家前 我还有件事要做 我拿起手机 给宋思彦发去消息 没多久 他就出现在我眼前 他脸色难看地问我 做什么 我将他拉着一旁 无人的角落 笑着对他说 宋上 你的西装脏了 他文言看了看 没有 说完就要走 我赶紧拉住他 指了指他看不见的后背 你看不见的 还是我帮你擦擦吧 毕竟那么帅一个人 回去媒体还要拍照 总不能让衣服毁了 他见我说的有板有眼 也不宜我 转身把后背给我 我上前装不作样拍了几下 趁机在上面轻轻抿了个唇印 而后对他说 好了 但是你这领带也歪了 我也顺便帮你整理整理 他硬生转过身来 只是在垂眸看我那一下 又迅速将眼神移开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抹胸礼服 我理完了领带 笑着说 好了 他立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对着他的背影说 宋上 方向反了 门口不在那 他文言 脚步一顿 低着头匆匆往对面走去 我见状忍不住失效 十一 等我离开宴会现场 到地下车库时 张同已经到了 今天我特地叫他 换掉了三年前的保姆车 用一辆媒体没见过的 我可不想 刚刚回来 就被扒个底朝天 保姆车驶出了地下车库 一出门 就看到一堆媒体在门口等着 而他们丝毫没想到 我人就在车上 直接放了我走 我顺利回到了宋思燕的别墅 只是刚刚开门 就看到他黑着脸 拿着西装外套 指着上面的吻痕 对我恨恨开口 落念完 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 这上面是什么东西 如宋少所见 口红印 我是问你为什么要印这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现在热搜第一 就是这个口红印 宋思燕看着我 一脸气愤 我云淡风轻地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 抬头对他笑笑 说 宋少 现在热搜第一变我了 不过 警号宋思燕的西装口红印 警号 这个话题的热度 跟警号落念完归国 警号不相上下 刷新一下 两个就换了位置 很明显 宋思燕不满意我这个答案 他又说 重点是热搜一二的问题吗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一脸无辜地回他 我这是在帮你 否则你的性取向就保不住了 回国前我都看过了 那些媒体已经认为 你喜欢男的了 我要是不帮你 你就变成gay了 你给我滚 OK 我微笑着点头 转身回房 12 今晚这个唇印 不全是拿来聊宋思燕 和制造热度的 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他这三年 在国内和谁最近 又有谁和他制造绯闻 我离开这些年 足够另一个人 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身处烈士 如何不攻心计 我竟带着热搜话题 不断发酵 看着媒体扒出 宋思燕的过往绯闻 很快 热搜上迅速窜出 好几个跟他相关的字眼 警号口红色号 警号 警号唇文 警号 这两个话题 看得我心一惊 果然 网友的眼神还是犀利的 因为宋思燕进去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唇印 而出来就有了 这个吻痕 也只能是在宴会上印的 而后 他们将所有女性的 口红色号都搜出来 一个个印在黑西装上比对 然而黑和红 总难以区分 好几个女性的 口红色号都对得上 其中包括我 眼见口红色号 扒不出来 又开始研究上面的唇印 而我庆幸 幸好自己抿的时候 抿了两次 唇印相叠 根本看不出来 我松口气 继续下滑 就看到 警号宋思燕 孟江 警号 警号宋氏集团公子哥 疑似有女友 警号 警号情侣装 警号 其中情侣装三个字 引起我的注意 点开词条进去 发现孟江的某一条旗袍 和宋思燕今晚出席晚会的西装 元素重合度极其高 不仅配色雷同 花纹更是极相似 而且今晚孟江的口红色号 也能对上西装上的唇印 装装渐渐 谁看了不说两人是情侣 衣服是情侣装 但我偏不这样认为 因为她今晚出席晚会的西装 是我设计的 是我给她的18岁生日礼物 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 我想着 将热搜截图给宋思燕发去 弟呀 我给你定制的礼服 你转头拿去 给你小女朋友做情侣款啊 你对得起我吗 她秒回 落念晚 大晚上你又发什么神经 我没女朋友 而且这件衣服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会处理掉 好的 13 接着我又给她发去好几条语音 弟弟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么做 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生气了 睡前生气对身体不好 晚安 好梦 声音要多轻柔有多轻柔 要多无辜就有多无辜 毕竟做错事就得认 男人也需要哄哄 没过多久 宋思燕就给我甩来一张截图 上面是聊天记录 宋思燕去找了孟江一方对质 放话孟江如果不道歉 她就让孟江作品全黄 孟江一方立马认怂 我点开手机热搜 警号孟江道歉警号 证明黄黄挂在热搜上 孟江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旗袍的赞美以及关注 但是本人在此向宋思燕先生道歉 本人的旗袍与宋思燕先生的西装不是情侣装 而是本人见宋思燕先生西装好看进行仿制的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热度和讨论 真的十分抱歉 本人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该类错误 希望大家能给我个改正的机会 谢谢大家 点开评论 啊啊啊 俊男靓女 我才磕了一小时的CP啊 为什么那么快就逼了呀 我 天 我还以为是真的 这个辟谣速度这么快 是不是真嫂子生气了 底下纷纷回复 我也觉得可能是真嫂子出现了 不然不会那么快 你们说会不会是落念碗啊 她一回国宋思燕就有西装吻痕 这也太巧了 以前从来没有 楼上你是不是疯了 说他们俩在一起就缺乏认识了 这是早有人扒过了 两人最多的交集就是同一所高中 同一所大学 我也觉得是落念碗 但是只是觉得 网友七嘴八舌 讨论不出个所以然 于是多了个热搜词条 警号论从未露面的宋夫人 如何在娱乐圈占据一席之地 警号 我看到 忍不住失效 还是网友的脑洞大 十四 第二天 临近九点半 我打算起床看看 中午给宋思燕做什么午饭 按她以前的作息 肯定要中午才起床 早餐做了也不吃 没必要 我这样想着 根本没想到过 宋思燕能起得比我早 还给我做了早餐 所以当我看见厨房里 忙碌的身影时 我愣住了 像是有什么 在心里流淌而过 等我端过去给你吃 宋思燕端了早晨上桌 面色如常地抬头看我 我文言回过神 靠在门框上 懒懒散散地开口 也不是不行 我要宋少亲自喂我 不然宋少抱我过去 我笑着 伸出手臂 突然想起来那句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也许 我在宋思燕心里 跟别人总还有点区别 他抬头瞥了我一眼 大早上的别在这里发病 爱吃不吃 说着就自己在餐厅里坐下 看起来是真不打算来抱我 算了 也不急一时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收回心绪 一步步走到餐厅 在他面前坐下 刚刚坐下他就说 别自作多情 做早餐是因为阿姨还没来 前台词 没有阿姨我才起来 做的早餐 跟你没关系 我弯起嘴角 看着他点头 我知道宋少不喜欢我 接我过来住 是因为看我没地方住 看着像情侣款的杯子 是因为买一送一 给我做早餐 是因为没有阿姨 我都懂 他听到 应我 你知道就好 喝牛奶的动作 一直没停 一顿饭 我们吃得安静 就在我吃完要走时 他突然说 情侣庄这件事 我真不知道 我没想过 他会自己定制 已经处理完了 低着头没看我 语气诚恳 我做回原位 回他 没事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就好 至于处不处理的 其实我无所谓 我笑了笑 起身离开 而身后忽然传来他的问话 我头也不回 说完直接进房 我对爱的要求 容不下一丝一毫的不忠 如果这份爱是带着瑕疵的 那不如卖掉 如果卖不掉 那就丢掉 撕掉 毁掉 能分给别人的 我不要 15 等我进房后好一会儿 我才猛的想起来 我刚刚出去 是要给宋思燕做午饭的 唉 这脑子 我又再次打开门出去 只是这次厨房 已经空荡荡的了 已经11点多了 煮饭太慢了 不如煮个面 我想着 伸手拿出了冰箱里的鸡蛋 菜 挂面等 水刚刚下进锅里还没开 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你做什么 我打开按钮 下意识回他 给你做午饭 说完 我才意识到说了什么 转头看他 赌了一句 作为你给我做早饭的报答 他冷哼一声 最好能吃 而后喝着水离开 其实我的厨艺宋思燕是清楚的 毕竟以前没少做给他吃 只不过 这个男人就是嘴硬 全身上下第二硬的 就是这个嘴了 12点半整 我准时端面上桌 而他也掐点从房间里出来 嘴里说着 慢死了 我回他 用爱熬制的 宋少就多等会儿了 要不然太快了 宋少都尝不出我的爱 而后笑眯眯地看着他 他对上我的眼神 又慌忙别开眼 四处张望 嘴里回我 一碗面说得那么高大上 不愧是落影后 但这可是我做的 除了宋少 我可从来没有为其他男人下过厨 关我什么事 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耳根子又红了 纯情宋少 在线被聊 饭桌上 我找了个时机 对宋思燕说 过几天 我要去参加个颁奖典礼 怕你到时候不在 提前跟你说一下 他N了一声 没说话 16 几天后 我要出门参加颁奖典礼时 宋思燕果然不在 其实今天的典礼 我原是不打算参加的 但是宋思燕有时候 忙得看不见人影 我一个人实在无聊 怕自己憋傻了 就出门晃悠两圈 更何况 总要去走走 才能碰到孟江小姐 我记得 她好像是我退圈前 最后一部电影的女次 三年了 就她一个人 敢和宋思燕炒 CT 我得去看看才是 我想着 上门口早已等着的保姆车 在我接下这个典礼 邀请的那天 官方就将我的名字 放到了最前面 大肆宣传 所以一等我到现场 闪光灯就铺天盖地洗来 我理了李群百 端起笑容 对镜头打招呼 人群里不知道 哪一个媒体公司的记者 忽然对我发问 落影后 你如今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是打算复出吗 我 看情况 落影后 听说你三年前退圈 是为情所困 这是真的吗 我 嗯 难说 落影后 你对如今的娱乐圈小花 有什么看法 落影后 落 眼看问的记者越来越多 我摆了摆手 这些问题暂时都不方便回答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 说完我就转身离开红毯 一个感情问题 已经足够他们大做文章了 我提着裙摆 走进颁奖现场 一路上跟人打招呼 心情还算不错 17 然而看到座位的那一刻 眼角没忍住抽了抽 左边宋思燕 右边顾眼 主办方 你是有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幸好宋思燕没跟我提过他要来 而顾眼已经官方账号回复 表示时间没对上 不来了 否则现场暗流涌动 两人都不来 这个修罗场应该是搭不起来了 我想着 松了口气 只是这口气还没下去 就听见 左边 晚上好 右边 落影后 好巧啊 又碰面了 我 晚上好 真巧 我 我挂起假笑 坐在两人中间 已经想好怎么找人换座位了 下一秒 路过我以前圈内认识的前辈 我对他眼神暗示 他看了一眼 回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又看到我一手带起来的小花 他看了我一眼 惶恐地摇头摆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半天 没一个人愿意和我换位置 宋思燕在我耳边轻笑一声 放弃吧 这个位置没人愿意跟你换的 语气十分欠扁 我只是打招呼而已 宋少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最好 我文言 心里默默叹气 果然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对人总是要背对的 幸好现在外人都不知道 我和宋思燕的关系 否则就今天这个座位安排 摄像机能全程焊死 在我们三个脸上 哎 十八 没多久 典礼开始了 按照流程就是发言 然后颁奖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我拖着塞 百般无聊地看台上 来来往往的人群 突然一个名字 引起了我的注意 年度最佳女演员 孟江 让我们掌声恭喜孟江小姐 在28岁 就荣获年度最佳女演员 可谓是前途无量啊 台上的主持人夸着 我也抬起手鼓掌 28岁 有这个成绩确实不容小觑 接着 我就看到孟江 穿了一席红色礼服上场 但是 该说不说呢 我们撞衫了 礼服除了颜色不一样 其他设计大同小异 撞得实打实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才发现 舆论头条早就是我们两个了 只是刚刚我一直没看手机 所以根本没发现 两者撞衫 必有一伤 我微微低头挡住嘴 对宋思燕开口 这年头 送上买的高定都烂大街了 这件礼服 是宋思燕前几天听说 我要参加颁奖典礼 给我送的 没想到今天就撞了 我侧头看向宋思燕 她皱着眉头开口 我不知道她又在搞什么花样 我文言笑着答她 想引起你注意的花样 闭嘴 她毫不犹豫地冷声回我 我点头 做了一个拉上嘴巴的动作 台上 孟江开始发表她的获奖感言了 我能有今天 非常感谢各位评审老师 对我的认可 也非常感谢一路以来 粉丝和家人的支持 真的 以后我一定会拍摄更多作品 回馈大家 但是 我今日主要想重点感谢一个人 说着 她的眼神就向我的方向看来 哦不 应该说 向我隔壁的宋思燕看去 19 我非常感谢五年前 宋少能够给我出演女科女司的机会 才让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真的 如果不是宋思燕先生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不能站在这儿 也不能拿到今天的最佳女演员奖 我特别感谢宋思燕先生 她说完 大屏幕上的镜头就拍向宋思燕 我实相地往旁边挪了挪 结果这摄像老师不知道甚是搞事 非得把我内进去 这下好了 我和宋思燕坐一起 而孟江在台上感谢宋思燕 更要命的是 宋思燕今天的西装和我的礼服 看起来就是一套啊 但我跟孟江撞了呀 呵呵 姐姐惯了大风大浪的 无所谓了 心已经跟冰一样了 我笑着 看向隔壁的宋思燕 给她鼓掌 尽力表演 我跟她不认识 偏偏主持人要开口 哎呀 这画面我真是不敢看啊 落影后和宋思燕坐一起 看起来真像情侣 连衣服配色都那么大 不过孟江小姐也不甘示弱呀 衣服居然和落影后差不多 这下落影后的一波 后继有人了 主持人笑眯眯的看向我 我微笑点头 果然 全员乐子人 今晚主打一个乐子 我端着笑回答 我跟孟江妹妹比不了 她穿红色还那么美艳动人 像一朵绽放的红玫瑰 我只能穿黑色 这样显瘦 画落 现场一片笑声 主持人又接画 落影后客气了 如果不是黑色 怎么能看起来和宋少那么搭 甚至连座位都在一起 听说你们两个还不太认识 要不然借记认识一下 我文言对宋思燕伸手 宋少 百闻不如一见 接日一看 当真贵气逼人 认识一下 我叫洛念婉 她伸手握住 大拇指在镜头后妈撒着 对我说 落影后 久仰 宋思燕 我抬头 对上她抬眸 眼神在空气中交汇 带着点出人意料的暧昧 明明两人天天吃一块 住一块 一场目光全集中在我们两人身上 就连镜头也全程切在我们两人脸上 但台上还站着一个孟江 我笑着开口 认识完了 主持人 快让孟江妹妹下来坐会儿吧 全场又是一片笑声 二十 一场颁奖典礼 以我宋思燕 孟江三人的两两组合上热搜而结束 警号孟江感谢宋思燕 警号 警号落念婉 孟江壮礼服 警号 警号落念婉 宋思燕 情侣庄 警号 警号落念婉 宋思燕认识 警号 话题一个接一个 热搜榜前十 几乎都被包了 我看着警号落念婉 宋思燕情侣庄 警号这个热搜 只觉得头大 我这才刚刚回国 就和宋思燕搞CP 还搞那么多 到时候宋伯不知道了会怎么想我 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 我心乱如麻 喊住了即将回房的宋思燕 你怎么没告诉我 你今晚要去参加典礼 他一脸疑惑的表情看着我 参加一个典礼 还要提前告诉你吗 我被他一堵 语色 改口问 那为什么你没告诉我 你有一套 跟我身上礼服类似的西装 还穿到了典礼现场 我们两个人就挨着坐一起 别人看到了 很难不多想 他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我从公司过去的 公司就只剩这套西装没去洗 至于你身上的礼服 当时看打折出售 配色不错就买了 谁能想那么多 我 每一个理由都很合理 但是如何这要巧合凑一起的呀 我无奈符合 现在怎么办 被宋伯伯知道了 他免不了生气 能怎么办 时间久了 热度消了不就好了 我诧异抬头 这个热搜你不撤 他面色如常 反问我 为什么要撤 行 你说了算 我深呼吸一口气 烦躁回房 他突然问我 若念碗 穿一套跟我搭的礼服 埋太密了 我有些无力地回他 没有 只是棘手 我刚刚回国 就搞这些妖蛾子 偏偏宋伯伯最讨厌这种人 21 回房后 我心如死灰躺在床上 没一会儿 经纪人张同给我打来电话 他一开口就是 婉姐 不好了 自己私订礼服 没想到会和孟江撞款 而且 孟江那边 已经放出来礼服的购买记录了 我文言 眼前一亮 当真 他回我 真 比珍珠还真 行 那这是我知道怎么处理了 我乐呵呵地挂断了电话 既然我和孟江是同款 那宋思燕和孟江 某种意义也是情侣款 我可以说是喜欢这裙子 而自己访的 没想到会跟宋思燕情侣款 翻车 这样就不会惹宋伯伯 太过于嫌弃了 我喜滋滋地打开社交平台 写下道歉信 非常抱歉 今晚的礼服引起那么大的热度 本人只是见这条礼服好看 又发现没货了 就私自定制 没想到会跟宋思燕先生情侣款 与孟江小姐同款 在此向所有人道歉 抱歉 让你们失望了 我笑着将道歉信发布 迅速被顶上热搜 十分钟后 警号落念晚道歉 警号已经是热衣了 只是没想到 我要关上手机的瞬间 宋思燕突然发了一条声明 我记得 他上次在社交平台发这种东西 还是在大学时 他今天发什么 我疑惑地点开他的声明 就几秒 差点吓得我进医院 宋思燕发了张购买记录 上面名簧簧写着付款人 购买商品名称 时间等信息 更要命的是 他配了两张图 一张是典礼现场 他西装袖口上放大的送字刺绣 另一张就是典礼现场 我礼服肩上不起眼的落字刺绣 那个落字不放大 根本看不到 这下我被捶得死死了 22 我火速删除道歉信 你知不知道 他从里面打开门 高大的身影瞬间将我笼罩 我的气势下意识弱了 他站在门口 风轻云淡地问我 我应该知道什么 你说说看 我 我 你应该知道 你不能发那个声明 声音又细又小 我承认 在宋思燕打开门那瞬间 我怂了 为什么不能发 话落 他挑眠疑惑地看向我 因为 我 我支支吾吾半天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直接打断我 因为你不喜欢 觉得我埋太你 那关我什么事 你喜不喜欢都跟我没关系 下一秒 门砰的一声在我面前关上 我站着 像是有什么堵在胸口 回来至今 我们闭口不谈过去 但是今天 他像是要把这件事拿到台面 各须心事 躺在床上 我望着天花板 只想嘎掉 现在热搜榜上 全是我和宋思燕 警号宋思燕给落念晚买情侣装 警号 警号宋少雨落影后恋情 警号 警号落念晚山伯 警号 更要命的是 我在典礼入场时 关于退圈是不是与感情有关的回答 也被捡了进去 网友直呼 磕到了 而我想说 我的命也是命了 好了 宋思燕一个声明 我直接前功尽弃 还将自己放到火架上烤 我已经能想出来 宋伯伯要是知道了 能有多生气 我可能直接被封杀 然后连口饭都吃不起了 惨了 一整个晚上 我都睡得战战兢兢 生怕宋伯伯给我打电话 而我没接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什么事都没发生 热搜没撤 电话没来 啥是没有 23 我心里无限感恩 又捡回一条小命 于是我更加谨慎了 什么商演 什么晚会 统统不去 去一次上一次热搜 去一次跟宋思燕碰一次 烦死了 宋思燕现在对我几个意思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活着已经没意思了 所以当张同打电话问我 要不要去参加某个杂志典礼的时候 我直接拒绝 他点头说行 就在行字后 我突然听到电话那边 传来助理的声音 一百万出场非婉姐都不去 婉姐也 什么 一百万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 张同回我 对呀 品牌方说知道你忙 帮忙撑场救世了 我马上回他 去 这个去 还有什么其他有钱的活动没 都给我找找 都去 我现在是指不定 每天就要被赶出去的人 得多存些钱 我挂断电话 张同就给我发了一张图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费用也是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我告诉他 从最贵的往下印 钱 我永远不会嫌多 几天后 我收到了品牌方给我寄的礼服 据张同介绍 这是品牌方专门为我定制的 而且找的还是米兰的高级设计师 领口上还有一个落子 只是有了前车之鉴 现在看到这个字 我就想起宋思燕的骚操作 心里没有感动 只有不敢动 二十四 时间一到 我就坐上保姆车前往现场 而我到时 刚刚好像一个人走完红毯 我出场笑着一一打招呼 然后笑容再看到宋思燕的那瞬间凝固 他面色如常对我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而媒体偏偏喊 宋思燕落念完第二次同框 快快快 快拍 早知他来我便不来了 呵呵 我挂着假笑 站在他面前 更令我窒息的是 我的座位还在他隔壁 他身上的大衣 和我今天这套还是情侣装 果然 看见那个字我就知道没好事 如果说我们俩第一次是巧合 那第二次还是巧合 而且还是已经上了热搜后第二次 巧个屁 我也看出来了 我被坑了 这就是宋思燕一手的局 我坐下后 他就凑过来 微笑对我开口 落影后 礼服喜欢吗 声音不大不小 在场有耳朵的都听得到 我嘴角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喜欢宋少宋的 绝无仅有 是吗 我以为我一个不学无术的少爷 和落影后穿情侣款 会拉低了落影后的身份 他话落 我想上去给他帮帮来两拳头 小心眼的男人 上次我也没说不行啊 记仇到现在 我玩耳一笑回他 宋少说笑了 宋少这个身价和身份 能跟宋少一起 是我高攀了 他文言 轻笑一声 没再开口 我被迫在镜头前营业 而宋思燕只需要平常脸就好 我真是恨啊 25 没多久 典礼终于结束了 我痒了痒发酸的脑袋 刚刚站起来 突然冲出来一位女孩子 他直接伸手推开我 偷到宋思燕面前喊他 思燕哥哥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也来啊 要不是爸爸告诉我他请你来了 我都不知道 我文言 才知道原来面前的女生 是主办方老总的女儿 但这个跟我被推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我还崴脚了 我默默地咽下这口气 一瘸一拐就要往外走去 结果面前突然笼罩一片阴影 抬头看去 宋思燕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 而那名女生还跟在他身后 女生一直问他 思燕哥哥 你等一下有没有空啊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宋思燕看都不看他 站在我面前问我 脚怎么了 我一边走一边吃痛地回他 刚刚被推一下 崴了 他文声 直接将大衣外套脱下 丢给我 大衣外套在我怀里 我一脸猛逼 下一秒 他直接将我拦腰抱起 还说 遮着点 等一下走光了 我可不管 然后直接抱着我走出了会场 咔咔咔 立马不绝于耳 原本即将下班的媒体记者 将摄像机都快按烂了 我自诩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就连跟孟江撞山 山伯被吵都过来了 却在这次 没忍住红了脸 我拿大衣盖住自己的脸 宋思燕见此嘲笑我 衣服是让你盖裙子的 不是让你盖自己的 觉得丢脸 就把脸朝我的方向 我文言听话拿西装盖好自己 把脸埋进他怀里 然后我就听到 啊 在线科堂 宋上男友力爆棚 落影后在他怀里 好娇小啊 几句话 我的脸更红了 只能把脑袋死死埋进宋思燕怀里 26 回到家 看着热搜 警号宋思燕公主报警号 我就知道自己无了 彻底无了 不用挣扎了 宋家那边这次肯定知道了 我无奈叹气 宋思燕拿着医药箱过来 伸手按了按我的脚踝 我立马喊道 疼疼疼 你轻点 他回我 还知道疼 我以为你铁打的 来脚了 也不喊我一声 自己就一瘸一拐地走了 是不是半路 要是实在走不动了 你自己爬也得爬回来 宋思燕一边替我擦药 一边吐槽我 我听出来他语气里的 恨铁不成钢 笑嘻嘻地看着他问 宋少心疼了 他的手随之一顿 然后更加用力 啊 疼疼疼 你在废话 等一下就不止这么疼了 我听着 抬头看向他 傍晚的阳光 刚刚好透过落地窗 撒在宋思燕的身后 像我们当年初见一样 他穿着白衬衫 逆光而来 一瞬间 我脑子发颠 直接问他 宋思燕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 他文言 手上的动作没停 也没有开口 双唇紧闭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来 才发觉自己 好像问了不该问的 还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说明 他之前喜欢我 但他之前喜欢我 我又一声不吭地跑了 这算什么 哎 我唇唇给自己找罪兽 我闭上嘴 没敢再开口 27 自从出席完杂志典礼回来后 我直接给张同发了信息 没事别联系 有事更不能联系 我现在都已经能知道 头条上写什么了 连网友说什么都能脑补了 我关掉手机网络 网上的舆论 一点都不敢看 更别说去看热搜了 就连一闪而过的 电视娱乐节目 我都生怕自己 出现在上头 过几天 宋家应该就会到我封杀了 至于我 该何去何从 我不知道 我看着眼前 若大而空荡的房子 心头堵堵 轰隆 天空猛地闪过一道雷电 我下意识一抖 看向墙上的钟 才想起来在平时这个点 宋思燕应该要回来了 如果再不回来 就要下大雨了 我紧张地看向门外 等待着他如往常一样 推门而入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窗外的大雨如期而至 像是轻挂而下 而宋思燕还没回来 我坐在客厅 焦急地看着墙上的中和门口 害怕他是不是出意外了 半个小时后 门终于被人打开 我迅速跑了过去 看见了半个身体 已经淋湿的他 我着急问道 怎么回来那么晚 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吗 他摇了摇头 将一个袋子放到我手上 你最爱的夜宵店铺 今晚刚刚好开着 路过排队耽误了话 他看都没看我 说出来的话云淡风轻 仿佛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拿着袋子的手一僵 要下雨了 为什么还去排队 连我自己都听出来 声音有些哽咽 因为知道你晚上会犯猪瘾 他神色自若地回我 一句话 把我感动的话又堵了回去 宋思燕的毒蛇 我不是第一次感受了 但是偏偏每次都对着我无法辩驳 算了 今天看到他下雨 还去给我买夜宵的份上忍了 28 我提着夜宵在沙发椅坐下 余光却瞥见衣服湿了的宋思燕在脱衣服 于是我没忍住 多看了一眼 两眼 三眼 湿了的西装外套被他脱下 而那里的白色衬衫 已经紧紧贴着他的皮肤 八块腹肌 清晰可见 至于下半身 嗨嗨 我看着他的手 解开衬衫第一颗扣子 第二颗 而后手就没动了 我正疑惑怎么了 下一秒 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抬头看去 他直直地看着我 偷看被郑主打了个正正 我善笑 这不是宋少身材好吗 换了其余人 我都不带看的 我这就不看 老是吃夜宵 说完我就要收回目光 他开口 想看自己脱 我 这是能说的 我拿筷子的手开始抖 问道 哪都能脱吗 其实这句话 我就是单纯的 逞一时嘴快 不想被宋思燕看扁 以为我不敢 而宋思燕这么多年 一直是一只纯情小狗 听这话能接受 所以我说完见他没打 就准备吃饭 结果 可以 你能脱都可以 语气带着一丝暧昧 和满满的玩味 哇 完了 这是把自己坑了 但是话已经放出去了 我再拒绝 就是我怂了 我硬着头皮走到他面前 他双手张开 一副任由我蹂躏的样子 我颤抖着双手 开始解他的第三颗衣扣 姐姐 手别抖 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闻言 脸开始变红 29 偏偏他觉得不够 给我添柴家伙 他直接握住我的手 手把手教我怎么解他的衣扣 姐姐 这样才对 一颗 两颗 三颗 眼看上衣终于脱完了 我触电班立马松手 姐姐 其他地方你不试试 我下意识往下看 然后连连摆手 不 不用了 我觉得可以了 话落我就要跑路 宋思燕一把拉住我的衣服 姐姐 你刚刚脱了我的 礼尚往来是不是 我回过头猛摇 弟弟 这个礼尚往来 这个时候用 声势不太合 嗯 宋思 姐姐 哪用不是用 而后 我吃宵夜就吃到了宋思燕身上 他说要去洗澡 就洗到了床上 哎 全是自己做的孽 还有以前的账 宋思燕也一笔算了 后半夜 我哭着告诉他 三年前为什么要离开 第二天 等我起床时 身边已经空了 我起床洗漱完 就看到在做午饭的宋思燕 我伸手从背后抱住了他 他笑着开口 起来了 累不累 还好 我靠在他背上回答 那就好 晚上老宋叫我们过去吃饭 我一愣 闷闷地回了去 好 他知道我语气不对 转身抱住我说 没关系 我会处理好的 嗯 我相信你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逃避也没用 三十 站在门口 我深呼吸一口 挂上看着尽可能正常的笑容 推门而进 一进门 就见宋伯伯在客厅看电视 电视正放着我的退圈座 女客 我收回眼神 上前对他喊了句 宋伯伯 他闻声回头看向我 马上笑着对我说 晚晚来了 终于舍得来看我这个老头子了 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笑道 哪敢啊 只是回国后一直没空 今晚才有空来 哼 我知道 大明星 忙 没空看我这个糟老头子 哎呀 宋伯伯 你那么年轻 若是叫糟老头子 那我就成阿姨了 他闻眼 终于笑出了声 也就只有你会哄我开心 他们两兄弟 一天天不惹我生气 就不错了 特别是宋伯伯那个臭小子 一天天除了给我惹事 别的不会干 而停车回来的宋伯伯 一进门就听到这句话 回怼道 老宋 你别瞎说 我可给你带了个儿媳回来 我闻声 难以置信地看向宋伯伯 这就开始了 宋伯伯问道 哪呢 宋伯伯 你面前那个不就是 我紧张地看向宋伯伯 生怕他当场气晕过去 然而我听到 切 这我早知道了 我以为你给我带了你哥的女朋友 我 这剧情走向怎么不对 宋伯伯也知道我在疑惑什么 直接帮我问道 你不嫌弃 晚晚是娱乐圈的人 我听词立马低头 不敢看对方的眼神 时至今日 我还是有些怂 谁知宋伯伯回答 晚晚是演艺圈的 什么娱乐圈 他拍戏一路走来多不容易 才知道 宋伯伯当初那句话 是为了拒绝孟家 就是孟将想和宋思燕结婚 两家结成亲家 所以宋伯伯找了个借口回对方 所以就是我 白担心了好几年 白哭了好久 完了 这回丢脸丢到家了 宋思燕当然也是毫不顾忌 就将我这件事抖了出来 宋伯伯听完哈哈大笑 我红着脸极其尴尬 31 虽然过程很崎岖 但我最后和宋思燕还是在一起了 以我正式宣告退圈的发布会为契机 宣告了这件事 非常感谢我的影迷朋友们 一路上的支持和陪伴 我们无惧风雨一同走过了12年 这12年的感动和心酸 你们都陪我走过了 真的十分感谢 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分别才是常态 今日起我将正式退圈 以后也不再进入娱乐圈 再次感谢一路陪伴的影迷朋友 谢谢你们 有你们才有的我 我站起身 对镜头深深巨躬 而后抬头看向镜头 笑道 现在有什么就问吧 我尽量置无不言 洛小姐 请问你两次退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的人生吧 知道了自己要什么 那你如今退圈会考虑到幕后吗 看情况可能会 洛小姐 你退圈前有什么圈内瓜可以说说吗 我文言立马笑着回他 你很大胆啊 但是这是你们的工作 我就不抢了 不过 我和宋少要结婚这件事 不知道对你们而言算不算瓜 话落 现场一片骚动 洛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一个女记者兴奋地看着我 激动地问 我看向一旁默默站在人群里的宋思燕 宋少 人家问你真假 你要不要出来回答一下 他文声 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现场顿时一阵尖叫 他走过来 直接一手揽过我 当着所有人亲了我一口 我猛了 呆呆地看着他 听见他开口 在场的媒体记者 只要宋祝福 人手一万 一句话 现场热情暴涨 台下猛喊 宋总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宋夫人 宋总 天长地久 宋总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和宋夫人的独家编辑 32 婚礼现场的宣誓词很简单 宋思燕对我说 洛念晚 你嫁给我了 就不能因为别的男人 下雨给你买份夜宵 就跟人跑了 他说完 现场一阵暴笑 连我都忍不住笑场了 我笑着答他 行 以后除了你 我不吃其他人买的夜宵 结果台下忽然传来一句 晚晚 宋伯伯买的也不行吗 台下又是一阵暴笑 我干脆笑着回道 除了你们宋家的 其余的都不吃 台下一片起哄 我收回笑容 看着宋思燕认真开口 宋思燕 能嫁给你 我一生所幸 若念完 能娶到你 我荣幸之志 晚安